头条开奖提到开会员咯 邀请您加入会员 加会员支持头条开奖 一起成为最有影响力的华文新势力 搞了个半天 欧某你说要进能源根本都假的嘛 因为波兰保加利亚照样可以买啊 只是透过德国跟希腊来这一套 其实这样子反而比较好 这样子你的这个能源价格不会 不是你的这个天然气价格不会上涨 你想你把俄罗斯这个份把它减少了 你在他你今天波兰保加利亚照 到国际市场再去买其他的货源的话 那你就是说等于整体的供应就少了嘛 今天全世界的供应要把俄罗斯的把它算进来 你不买俄罗斯的就去买别的 俄罗斯的卖不出去对不对 那你就整体供应量少 整体供应量少大家全部遭殃 为什么 你的供应量少的价格就往上升了 对你的整个 那天然气现在已经涨的够多了 你还要让它继续涨吗 就因为你波兰也跑到市场来 来抢天然气 你保加利亚跑到市场上 这个跑出来抢天然气 所以德国一定要出手帮他 这样子反正反正我的总供应量 不会缺 不会缺掉原来给波兰跟保加利亚这一块 这个这个理论上是很清楚的 所以我要是德国我也赶快 我也赶快帮助这两个国家 你说这样也有助于稳定价格 就稳定价格 因为这个已经涨到德国已经难以忍受了 尤其天然气嘛 现在反正就是说反正还是俄罗斯的还是照供应 对不对 然后呢就变成就是说 我中间赚或不赚不管怎么样 不过最后钱还是要付给俄罗斯 俄罗斯也没损失 那所以这个其实这些国际政治 看起来其实你看看就表面上 好像讲的冠冕堂皇 这个好像正义领 实际上利益最重要 利益算得最重要 不过就是波兰这个国家 这次我一直替他担心 怎么说呢 冲太快 冲太快 这种国家就跟美国一样 美国是天上掉馅饼 波兰何尝不是 他中间对俄罗斯的仇恨 不是二战 是几百年的仇恨 那终于有一次机会 对不对 可以把俄罗斯 像美国人讲 美国人讲的这句话 波兰听了一定暗爽的不得了 就是说我们这次就要把 俄罗斯的军事力量 把他实质上的 把他让他削弱 然后最后把他这个 整个国力削弱 这句话对这些欧洲 跟俄罗斯有仇恨国家来讲 哇听了真的 晚上睡觉都在微笑 对 可是问题他就不要高兴的太早 你要扮演你现在这种 急先锋的角色 你就要准备付出代价 你也要有条件 俄罗斯现在比如说 你们都是北约来对付我 你想他会去打法国 他去打德国吗 他当然是找这些软柿子吃 就找你波兰找你立陶宛 我打你一下 问题美国会帮你出头 出头到什么程度 真的就跟俄罗斯爆发核子大战吗 美国才没那么笨 所以您刚刚讲到 就是波兰要小心别害到了自己 因为这可能 很有可能 而且现在俄罗斯处处都针对 因为俄罗斯也 这一页历史 你波兰知道俄罗斯也很清楚嘛 是 对利维夫以前就是波兰城市啊 是 对吧就是波兰城市啊 那边的人 西乌克兰人 庆天主教都是因为你们 你们你们这个 你们波兰人统治了几百年的时候 造成的一个 一个文化的一个改变嘛 对 所以乌克兰这个俄罗斯人记得也很清楚啊 你现在想搞回那几百年前的那个原状啊 那就那就没那么简单了 现在俄罗斯难道不清楚那个历史吗 他难道不晓得乌克兰心理是什么 这个波兰的心理状况是什么吗 所以我是觉得真的就是说 一扯到那么远啊 这场仇恨啊 那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了 那就不是那么容易解得开了 要解啊 我是觉得欧洲人要解赶快解 再不解的话 那真的那个历史仇恨弄出来啊 那真的又是一次世界大战 好 不过亮哥那我们看到美国呢 当然刚刚前面讲到 我们又是说又提供330亿啦 然后呢另外还有什么租借法案啦 但是中国给予的回应是什么呢 都说要对付俄罗斯喔 可是中国呢 进口煤炭关税说 从5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要降为零 那大家就在猜 那谁会是受益者呢 结果又看印尼不对 又看澳洲也不对 所以一看那其实就是俄罗斯嘛 所以是要给俄罗斯一个favor吗 那么有人就分析说 你看就是我刚刚讲的嘛 这个印尼进口关税 本来就都是零了嘛 那澳洲又有现在进口的净煤令 所以呢 现在这个就是一个中国的 给俄罗斯的回应 给西方世界的一个回应 针对全世界 针对全世界 因为它是先给印尼开了一个例嘛 因为印尼进口关税就是零嘛 因为它前一阵子因为跟澳洲在杠嘛 所以就从印尼进口的部分的煤炭 那那个时候就已经降到零了 那它现在只是要把它 这最惠国待遇啊 所有的国家都一样啊 所以你不能够说是 当然这个就是 英文媒体就把它联想到俄罗斯啦 全世界又不是只有俄罗斯有煤矿对不对 所以它要这样联想我也没办法啦 谁叫俄罗斯什么都有 可是现在的确西方就是处处在针对中国大陆 你看包括像是连美国出了一个这个 说以习近平为名的轴心法 对 这个名字念起来是挺长的 刚刚简写成Axis 对Assessing Xi 就是这个它的姓氏嘛 就是直接把它放在里面 然后就说这个叫做以习近平为名的轴心法 Axis Act 就是轴心法 这不是很针对吗 众议员压倒性的通过 这个是针对他 然后呢 同样的皮游研究中心也做民调 说哎呀现在你看看 百分之六十二都认为中俄关系 对美国是很严重的问题了 八成二的美国人是负面看中国了 六成七的美国人把视中国为主要的威胁了 结果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就回应说 这根本就是美国的政客在不择手段 无底线的在对中国进行无耻的攻击 哇你看 所以 这个是国会议员的个人提案 可是看起来是会过 这个 提案的不止一个人 有好几个版本 不过就是总的就是叫Axis 是 它事实上就是要去观察 它这个案子不是现在提的 有最早的是3月31就提了 那是针对东奥中俄 发表那个联合声明之后就开始酝酿 他就说中国跟俄国正在靠近 所以他就列了好几个指标 说中国是不是在帮俄罗斯这样 那当然现在因为俄乌战争 所以就故意就这个时候拿上来审查 那这个会过我认为会过 那过也没什么 因为美国本来就会观察 中国是不是在接近俄罗斯 那双方的合作也非常的多 对 这个他们一定会这样讲 没有办法 然后这个风向 然后这个气氛 就不断的去加大 皮尤就已经做了 就是说对中俄的合作 哪一项你最忧虑 那62%就认为是最忧虑的项目 就说中国的军事能力 中国的经济能力 就经济崛起 军事崛起 或者打台湾 或者是打日本 都不急于中国跟俄罗斯的结盟 中国跟俄罗斯是62 他们认为是最大威胁 他们认为就是会担心强强联手 那美国还能继续强吗 中国的军力崛起才40几 这一项遥遥领先 62 所以中俄联手真的是 对美国来讲是非常非常敏感的议题 好 可是近平 现在大家说 那你看 连美国媒体自己都在摇头了 说俄乌战争真能救拜登吗 本来拜登可能是这么想 但是美国媒体自己唱衰了 说撑不了太久了 所以呢 而且再加上美国现在经济问题 还蛮大的 第一季GDP意外衰退了1.4% 更是疫情以来的首剑 那怎么看呢 来 定平 美国现在当然是这个 把所有的事情都会推给这个疫情 可是 就像CNN的这个预测一样 拜登低迷的这个支持度 还有他的这个民调和他的声望 在美国能够撑多久 美国现在 很多的这个美国的媒体 跟民间的民调所做的这个原因指向 我觉得蛮好笑的 充分显示出 美国人现在的民怨出口 对于美国经济 它的高通膨跟这个经济的数字 还比上一季跟去年同期 甚至Q1 它的这个还衰退 还下滑了这个1.多% 然后怪什么呢 怪几个单位 第一个美国的联准会 5月4号又预期又要再升息 然后又怪什么疫情 对啊这两三年全球都受到影响 包括美国嘛 然后俄乌战争 你这俄罗斯该死了 又这样子 然后石油什么那个天然气 全部上涨 第四个怪谁 拜登 所以你不觉得很好笑吗 疫情 然后这个俄乌战事联准会 然后第四个 还是要提一下怪拜登 那表示你无能嘛 你对美国内政 没有提出一个解方 然后你对美国的这个就业力 提升它的就业力 然后让这个 这个解决它的贫富差距 也没有办法这个 把问题都好 这个处理好 所以CNN讲出 我觉得它是一针见血了 撑不了多久啦 拜登你要这样子靠俄乌 然后什么330亿美元 我们刚讲的什么租借法案 然后把这个内政的焦点 转移到外部去 没有多久 其实它又会拉回来了 所以我觉得 拜登这个是引证止渴 好 不过讲到经济面的部分 这个亮哥 你看现在呢 有所谓的矿坑里的金丝雀 这是什么 3月份 美国开始它的货运量 是跳崖式的暴跌 说可能导致经济成长 放慢速度了 过去历史经验 从1972年来 一共12次货运衰退当中 就有6次 经济衰退的一个现象 那么货运量 就像矿场里的金丝雀 说能够预测经济发展 所以作为一个参考的标准 它领先指标 结果它现在是 因为金丝雀会先死掉 如果缺乏氧气 那会先死掉 我觉得这是两个因素造成的 一个就是通膨 通膨大家就会预期 你会减少订单 所以减少需求 所以你下单会变少 第二个是中国的疫情 事实上现在全世界经济 最大的两个变数就是这两个 美国的通膨加上中国的疫情 那中国的疫情 当然就会造成封城 那很多货运不出来 所以我认为中国疫情 是短期现象 那通膨恐怕会搞到明年 可是中国的疫情 如果缓和之后 比如说上海 上海现在就已经缓和了 那出货就会逐渐开始松缓 而且中国通常在疫情缓和之后 都会有报复性的加班 所以他接下来那个月 就会生产更多一点 可是问题就是说 通膨所造成的订单变少 还是一个现实 就中国你做多也没用 因为美国人就是买不起 那怎么办 所以这个指标 现在是很严重 因为他现在突然之间下跌1.4% 对啊 而且我们又刚好 正好又看到美国第一季 GDP是-1.4% 本来预估是正 对对对 所以就是通膨加上 那个供应链的阻塞 所以那个表示 美国受到疫情的那个冲击 还有通膨的冲击 是比我们预期的市场上 预期的还要来更严重很多 尤其是通膨 通膨减少订单是非常普遍的 不然你不会看到我们的护国之 台湾护国之光 跌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因为半导体是很多领主件的 台机电脑 根本嘛 那就表示很多订单可能都会下修 对 所以美国自己本身经济面 这个难题才真的大呢 所以拜登很想要说 不要写我 应该写普丁 可是对 把这个两个字改掉 可是没办法 CNN点名的还是你拜登啊 所以这个仗 还是算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的头上了 好不过再来看看这北约 北约现在的秘书长讲话了 对不对 这个介大使 芬兰瑞典如果决定要加入北约 会受到热烈的欢迎 这个审批程序会很快的 芬兰前首都还要拆除列宁的雕像呢 可是另一头 俄国现在是对准了波罗的海 炮声隆隆啊 这个现在这个局势将如何演变呢 感觉更紧张 对其实芬兰跟瑞典 他们也是认为是一个历史性机遇了 那么芬兰跟俄罗斯的关系 也是回归到过去一两百年 就不断的在征战 然后最后本来 本来芬兰是属于 你知道为什么瑞典 本来是瑞典的 那后来因为打败 瑞典打败仗 所以才把芬兰割给俄罗斯的 所以你看这个历史在现在 这个都可以看到很多 现在为什么它很多动作 那端倪都在过去 那事实上二次大战的时候 芬兰跟俄罗斯打了三四年的仗 而且芬兰当时是站在德国方面去打 跟纳粹合作一起跟俄罗斯 当时的苏联打 后来它战败了 那尤其二次大战之前 它整个包括这个德国的垮台 所以芬兰才被俄罗斯给打败了 然后搁了一些土地 搁地没有赔 赔款我不记得了 不过还有一个就是 你保持中立 你就在我旁边乖乖的 所以芬兰人心里不符 所以他一直还是要找机会 翻身嘛 人都想翻身 那这一次俄乌战争 真的让这些过去跟俄罗斯 有一些旧账的国家 现在都赶快抓出来 抓出来这个想要怎么算账 那事实上2014年的时候 芬兰就已经跟北约在合作 然后再接下来 2019又跟北约再进一步 也就是说你北约如果开战的话 我可以提供你便利 他虽然不是北约的会员 可是他已经跟北约之间 有这种条约性的合作 你说可以为他开到的意思啊 对没有错我给你提供便利 我给你提供协助 那当然我不见得想 你这个就是说 他是北约外跟北约 签一个合作协议的国家 对所以事实上芬兰 过去就一直在等级 为什么2014开始跟北约正式合作呢 因为2014那时候 俄罗斯的处境也很糟糕 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 就克里米亚的问题 全欧洲一起抵制俄罗斯 所以芬兰一直在等机会 那瑞典也在等机会 所以这一次我想他们大概 做这件事情的比例非常 这个可能性非常高了 那现在就俄罗斯 基本上的反应程度 并没有像 对于我觉得对南边的这个 边境的这些威胁来的强 他只是说我会在这些附近 北边重新就在部署核武 我把核子武器部署在哪里 这是目前俄罗斯我看讲的最重的话 除此之外没有 那所以我想这个乌克兰 这个说这个芬兰跟瑞典 事实上很有可能 会正式加入北约 因为这就是说乱而取之 正好你在乱的时候 我就要取 我就要取得我要的东西 其实是中国的兵法里面 孙子兵法也是如此 所以他们就等时机要发动 四机发动要等到机会 好不过俄罗斯也现在盯着波罗的海这边 静平这波罗的海舰队 是现在在打靶演习 反飞弹成为重点 照明炮弹还被用作空中木雕 让这个地方现在是炮声隆隆 很有针对性吗俄罗斯 因为他也要回应 4月28号昨天开始了 这个芬兰的军演 他跟北约部队演习 拉脱维亚艾沙尼亚 各出动了一艘布雷舰跟列雷舰 荷兰也出动了一艘列雷舰 跟芬兰的海军舰队两艘舰 在芬兰西南部的土库港口 这个还军事基地进行军演 你看到这都是这个北约的舰艇 然后停在了这个芬兰的港口 所以虽然刚介大使说 芬兰还没加入北约 北约舰艇已经去找他了 所以再加上这个今天英国 有一个军事媒体 传出来一个消息说 在英国的苏格兰的格拉斯哥 美国跟法国和英国的 三个国家的核动力潜舰 在那边出现 然后要往北大西洋的方向 所以你想想看俄国要干嘛 如果你的空间比较大 可以选择这一组 是4公升的雾化器 装满之后 就可以连续来喷8个小时 如果你空间比较小一些些 您可以适合这一组 比较小的携带型的USB插头 可以喷2到4个小时 防疫不能等 请赶快上快点Go 好